好 那麼繼續要來關注的就是疫苗的議題了 因為前天呢 才到貨的第13批AZ疫苗 然而現在發現說 他的效期只有到11月底 因此呢 台北市長 柯文哲的夫人陳佩琪呢 就把他比喻成為集齊食品 那麼另外呢 柯文哲也炮轟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仁祥 但對此呢 莊仁祥呢 也回應了 說呢 只是希望可以讓需要打到第二劑的人 趕快來打到而已 那麼另外一方面呢 民眾黨立委賴香凌呢 他要來調閱疫苗的相關文件 以及AZ疫苗的採購合約 可是呢 卻發現說呢 這裡頭有多達三分之一的文字被塗黑了 因此他認為呢 這個衛福部所提供資料的態度 很敷衍 國衛疫苗調閱小組 今年三月在在野黨突襲下 通過成立 但現在就有立委跳出來指出衛福部提供的疫苗 相關文件有多處不齊 那針對AZ的合約呢 我也認真看了一下 基本上我想很失望喔 裡面大概有三分之一都是用這個黑色的這個方式呢 把它掩蓋掉 調閱疫苗資料 全英威六號到貨的第四三批疫苗 扣掉檢驗風險時間 就剩十幾天的施打期 賴香凌原想調閱採購合約 卻意外揪出調閱上的問題 無法發揮實質的監督 那我個人覺得呢 對國會的調閱是非常的敷衍 疫苗採購透明度夠不夠高 除了藍綠尾們隔空開炮 前一晚 台北市長柯文哲夫人陳佩琪臉書發文 說打進人體的 應該不會有人想買極其品 別在十一月後全丟來北市然後打不完 反說北市施打不力 先前才說極其疫苗 應該先讓立委施打 這回再要中央認錯 在疫苗議題工房上 柯文哲不缺席 華視新聞 宜福文 黃瑞琳 薛松前 台北報導